寒冬年末集结台北花莲两地共三位的专业剧场演员 全是一位名为成秀的女子以女性的角度 诉说想在花莲说的故事对花莲的印象 探讨许多常见的人生议题以及感触 这部戏剧演出当时的我们在晨11点就好了 23号周六晚间7点半将在花莲的铁道文化园区二馆户外 带来50分钟的精彩演出 也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如何推广铁道文化园区呈现给更多花莲人认识戏剧的演出 由具有戏剧背景的铁勒心团队伙伴 兼园区一奶奶爱Granny负责人刘依伦 七首赵新仪、赖盈盈 两位在台北剧场的专业演员 正为花莲铁道文化园区现地创作的当时的我们 在晨11点就好了戏剧演出 将在23日周六晚间7点半 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二馆户外 大来50分钟全是一位名为成熟的女子 以女性角度诉说想在花莲说的故事 对花莲印象的人生议题和感触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园区 那觉得这个园区很可惜 因为她的环境很好 然后也 觉得她的环境很有氛文很有特色 然后在 那她同时间呢 因为花莲比较多是属于一些 不管是肢体剧场的演出 或者是舞蹈的展演 那在戏剧这一块我个人是认为 比较少 所以我一直希望可以 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带来 或是参与或是各种形式的加入 让花莲可以有看见更多不同形式的戏剧演出 我找了三个女生我们就一起来 然后我们就从女性的出发点 然后 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 我们先讲了脑中想到的事情 那我们再把这些事情串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现在的一个戏剧演出 对变成我们的一个剧本这样 剧本的基底 然后再从这个基底去做发想 我们设定出一个角色 我们用三个演员的母亲 然后去想出了一个角色的名字叫陈秀 然后呢我们三个演的都是陈秀 可是不同阶段的陈秀 那在不同阶段的时候的同一个人 会有发生什么故事 然后他在心意上又会有什么样的转变 因为我们就是户外演出 我们没有雨备 所以那天下雨呢我们就淋雨演 然后那天呢吹寒流 我们就是在这么冷的状况演 所以那时候袁轩上司写说 请请请请 请观众要自己带雨伞 或是认真祈祷 说那天不要下雨 那这个演出真的是专门否 铁道文化园区二馆 二馆就是福建街460号这一个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有不同的流动 然后利用这边不同的空间 去创造出不同的时空 人生总是充满许多为什么 一段关于爱与遗憾 三名女子演绎一位女性在不可逆人生 该如何在遗憾悲伤和懊悔中 试着往前迈进的故事 刘一伦表示 整场戏剧自导自编自演 以铁道文化园区二馆为主题发想 以户外不定点移动演出方式 利用二馆空间创作不同的时空间背景 独立制作售票演出 在华林的冬夜 无论下雨或多冷 邀请民众跟着演员 在50分钟里一起享受人生的喜乐 记者讲帮远华林市报导